公费流感疫苗第二阶段11月1号开打 第二阶段的对象为50到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 机关书表市今年总共购买了698万剂公费流感疫苗 开放给符合资格的民众接种 截至10月30号为止已经有380万人接种流感疫苗 因此呼吁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民众 把握时间前往接种流感疫苗 借此提升自身保护力 机关书指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 接种后保护力平均约可达到30%到80% 对于因为流感而住院的保护力约有41% 对重症保护力则可以达到82% 此外机关书也提醒 今年全台约有4000个接种合约院所 民众可先透过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网页 机关书流感防治一网通 机关家或是1922防疫咨询单线 查询临近合约院所 在电厦院所预约 以确保可以打到疫苗 并且节省排队等候时间 前往接种时请携带健保卡 与相关证明文件 并佩戴口罩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对于您的电厦院所预约有4000个接种合约 在电厦院所预约有4000个接种合约有4000个接种合约的